大家好,我是Stan Seventeen成员Chuchia被爆出恋爱中以后 目前为止,公司与本人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而在8月26号,Chuchia在粉丝论坛上传了照片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8月26号,Chuchia上传了一张自拍照并留言 今天一天也辛苦了,克拉们 然后在这个贴文底下,不久前因十字刃带破裂 接受手术的队长Excus留言 想你了 而因健康问题,暂停演艺活动的成员死官则留言 哥也辛苦了,爱你 对此Chuchia回复 要健康的回来,Koopsia 恢复期间多吃些好吃的 会等你的,Kwana,爱你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谈恋爱的时候,粉丝什么的都不管 现在突然假装爱粉丝真的很虚伪 如果真的爱粉丝的话 在谈恋爱期间也会常来粉丝论坛吧 虽然不可以这样 但是我要连其他成员们都要不喜欢了 当然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不会怎么样 但是不需要这么展现吧 希望只是在团体活动的时候 给我们看你们的好感情 其他时间就不要了 他真的不会动脑子 现在就安静的等待风波过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火上加油 还拿两个粉丝们不能怎么样的 停止活动的成员当盾盘 真的很烦 就不能说让粉丝们担心了很抱歉 以后不会再引起争议了吗 没有一句道歉 也不会说想骂他 就当成是没有的成员就好了 对我来说 SAMENTINE是12人 以后还是会幸福的追星的 但是也有很多这样的留言 犯的人会继续犯 失望的人会失望 为什么要强迫别人听从你的意见呢 成员们都在一起10年多了 当然会支持他 其实一开始姻缘的留言也是非常多 说实话 就是犯罪了也不会被骂成这样 现在都过了20多天 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都已经明确了 不要再趁机造谣没有的事情 也不是别的 拿他对成员们的回复 嘲笑他是虚伪的人 你们去看一下 俊跟小八去中国的时候 他写的贴文吧 这程度的自拍跟留言 之前也是有持续上传 突然说成好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真的很可笑 发表立场又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然后连续好几天被骂到要死人一样 如果他发表立场或是什么 一定又会变成火上加油的 你怎么知道是公司不让他发表立场的呢 也不是要永远停止活动 也不是要退团 在这种情况下 唯一的方法就是 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吧 本来觉得以后不能再犯求虚啊 但是看到很多人伪造荒谬的谣言 重新开始犯求虚啊的人也非常多 所以不要拿你一个人的意见 说成好像是全体粉丝的意见一样 所以对于我需要在粉丝论坛的留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在8月25号播放的Music Bank TWICE机后以 solo歌曲Killing Link 拿下了一位 在得奖感言的时候 机后忍不住流泪了 而在这个时候 师妹一级成员女精哽咽的样子 也被拍到可爱死寒往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女精啊 好喜欢你可可 女精太可爱了 好喜欢JYP家族 虽然一级也是 但看到眼睛在旁边庆祝的样子 心情就变得很奇怪 好想念TWICE与尤家庆古的那个年代 大家都在真心的庆祝 拿下一位的是机后 但是周围的女性们 看着TWICE长大的 真的很感动 机后度过10年的练习生时期 非常努力地做好TWICE活动已经8年了 真的辛苦你了 机后 所以 还要看着TWICE长大的